我们一家人带您来看 原本是在越南工厂负责翻译的范士林 因为认识了台湾先生就搬来台湾 起初生活还是有点不适应 但他是不断地精进自己 现在已经是一名老师 那在疫情期间 他是教授了越南语还有越南的文化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台湾人 大家好 好 来 那你们记得我们上一节课上到哪里吗 开心得在一幕前挥动双手 这是范士林每个星期的固定行程之一 上网教越语 而且不仅线上教学 他也会到张师大语文中心上课 就连手中的课本 范士林也是亲自参与教证 他是开一个课程 就是在教越南的二代 教越南语 所以我刚开始第一个教的是在西吴中心那边 教完了一个暑假嘛 一个暑假完了 然后才回到远距 是线上远距的 原本在越南就是当翻译 因为工作认识了先生 随着孩子长大便和先生一起回到台湾 主要也是为了孩子教育问题 但除来乍到一切都不是那么适应 因为台湾是需要你要做什么都要有证照 执照等等 要有学历 那当初我来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 就是慢慢的说服啦 就是用用我的就是去证明 什么认同我的这个想法 就是还好就是现在你像我公公啊 我老公都已经认同了 认同就啊让我这样做 可是只是会担心说我太累了而已啊 即使再累也要坚持 因为新住民在台湾人口数 已经超过六十五万 让台湾开始学习异国文化 显得刻不容缓 会有两条线 这变成如果是我是社会人士的话 我的目标我的希望我的期待 就是让台湾人也好 就是我们的比较有成人 就已经了更了解我们越南 了解我们越南人 不要有那刻板的印象 对不对 那叫国小的新二代的 又有不同的性态去教 你们以后就是不要再想说 妈妈是越南人会怎么样啊 或者是新二代会怎么样这样子 你们会有 其实你们会有另一个诱识 所以你们会有语言的诱识嘛 多一种语言是多一种诱识嘛 范士林靠着自己的力量 努力为不同文化间搭起桥梁 也期许因为下一代出现 让社会能够更加融合